美国向中国台湾地区出售武器 严重违反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规定 严重侵犯中国主权和安全利益 严重破坏中美关系 危害台海和平稳定 向台独势力发出错误信号 中方强烈谴责 坚决反对 已向美方提出严正交涉 美方违背自身承诺 变本加厉武装台湾 给台独势力壮胆打气 妄图加速把台湾推向兵凶战危险境 民进党当局买美国的武器 那投名状 美方抽台湾老百姓的血 养肥自己的军工复合体 事实一再证明 台独分裂和外部干涉 是迫害台海现状 制造两岸危机 危害地区稳定的祸根乱源 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的核心 中美是中美关系第一条 不可逾越的红线 中方敦促美方 切实认清武装台湾 引火烧身的严重后果 不要在错误的道路上 越走越远 几件美制武器 无法改变两岸军事力量对比态势 更阻挡不了中国终将统一的历史 中国人民解放军 实际强化练兵备战 全面提升打赢能力 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